大家好我是OBON 本部片來分享一下是我們出發的麥芬3月5號晚上11點的不停不更新 拍片的時間是3月6號的半夜12點半 針對的是官方已經有提供了這個麥樂獸針對補師的部分有做了大幅度的調整 就覺醒技能已經不會再單獨針對哪一隻麥樂獸可能有攻擊力%提升 進而有更好的補量效果 沒有這一次的這個不停不更新 直接把所有麥樂獸有攻擊力%的全部拔掉了 那進而可以提升麥樂獸相關的平衡 讓玩家們可能不用糾結於就是 我要選擇哪個麥樂獸補量才會比較高 沒有官方這一次的改動直接跟你講說 你現在有哪個麥樂獸星數是比較高的 進而就可以提升更全面的補量了 懶人包就是這樣子 那其他的再來考慮的就是傷害量的部分 所以這個改動就是直接讓玩家們不用太過於糾結 那回過頭來比方說像我們近期推薦的麥樂獸是有明雷神 這一塊其實也是不用擔心的 因為本身其實明雷神他相關的一些被動的特技效果 或者是像智魔多 他都是進而有提升補量的效果 明雷神你本身如果到時候已經不需要把他放為 覺醒的麥樂獸 他的特技技能你把他升上去 每20秒依然是有加攻擊力趴數 那這個趴數依然是提升補量 然後在智魔多的部分 達恩之書一樣是三屬任一提升 進而也是可以提升你的輸出 或者是你的補量 然後再來不可見只有還是一樣 這些東西依然還是提升補量的效果 所以官方這一次的改動 只是希望玩家們不要過於糾結你就是一定要使用哪個麥樂獸 反而比方像是過往 就是我一樣使用魔魔狗的方式 一樣來維持相關輸出的手段 就是已經沒差了 因為我們這邊來看一下是身心預覽的部分 你從一開始你藍星的時候優秀級的麥樂獸 水影期間 治療量的效果就已經提升了50%了 然後再來你紫色的星星 他這邊是額外再加15% 那你接下來到金星的時候如果是到金五星的話 額外提升30% 等於全部的話就已經提升了將近是1.9倍相關的補量 就按照公告的敘述官方就已經跟你講說 你整體的補量 都會比你之前麥樂獸覺醒期間還要來得多 所以這一次的改動呢 就會讓服飾 相關職業你在副本上面哪怕你是補師 你的輸出的效益也會提升 補量的效益也會有所提升 所以回過頭來 我副本的麥樂獸可能就會換回魔魔狗 因為魔魔狗本身的話呢他是有觸發 爆擊或者是技巧的時候 進而會有提升所有傷害的提升 那來看一下是我的屬性的部分 我這邊的話爆率已經拉到了50% 技巧的話也有30% 所以目前我暫定是魔魔狗還不錯 然後另外一個 是明雷聲 明雷聲因為他的傷害呢也改成了是所有傷害嘛 那覺醒一次的話效果會提高4% 可是 明雷聲相關的麥樂獸我需要他的特技的技能 進而可以來維持我被動常駐 比方說攻擊力或者是 補量 所以這個東西呢其實就跟我覺醒技是有衝到的 所以明雷聲暫時我可能不會放 然後再來 冰谷居的部分呢 這個到時候要試試看看 因為目前如果你有搭配技巧的情況下的話 其實我覺得 魔魔狗的效益 也許會比較好一點點 目前看起來是這樣子 好啦 以上的話呢就是我們整個初步的一些就是針對這一次改動的部分 就如果玩家們可能到時候應該可以來測測看 比方說像魔魔狗或者是冰谷居哪個效益你們覺得比較高 但大部分的玩家之前已經有好幾個直接都測過了 就是如果你的暴擊跟技巧有拉上去的話呢 魔狗依然還是一個很棒的賣熱獸絕影期間有增加輸出的手段 不過回過頭來我覺得這個改動官方有點太晚說明了 其實他在我們3月4號相關公告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要來講一下就是他所有優化的流程 好讓玩家們在第一時間的時候就可以理解說這個改動的用意 而不是說到3月5號 可能已經有部分的賣熱獸攻擊力趴數被拔掉了 然後有些玩家們也在挨 然後最後才跟你講說不好意思我們要全部一起改 這個順序我覺得稍微有點怪怪的 但整體來說的話至少服飾在未來的補量以及還有輸出 都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目前看起來就是這樣子已經往好的方向了 那有任何想法歡迎留言 甚至是對於之後賣熱獸的搭配 我覺得都是可以來做討論的 我是夢蹦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